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vinder 今天要来是即将开台服的毒 其实也是被我遗忘了一段时间 因为总是笔记完以后就跑去做其他游戏 这几天才突然想起来 这游戏也确实冷门 可怜的评价跟关注度 神令失章 游戏最早是在2020年7月1号进行内测 在中国叫做放置神域或者神域大陆 开发商是变色龙科技以及9000工作室 而9000工作室实际上是隶属于酒玩游戏底下 创办的旗下还有很多杭州九叉系列 这中间还有一段跟凯英网路的恩怨情仇 有机会再展开来讲吧 另外旗下还有一款在营运的作品 魔力宝贝觉醒 这边也提一下 也有另外一款同名的作品 不过目前已经停运了 不得不说魔力宝贝这IP 这几年也是被来回玩到烂 最近还有一款魔力宝贝回忆要来了 就不能让他静静的躺在回忆里面吗? 而有一间也叫做酒玩游戏 但应该纯属巧合都是取酒玩的谐音梗 不过这两间开发的游戏质量倒是十分一致的难以描述 代理商为中国的玩动网路 属于手趣游戏旗下 在台湾分别上架过密仙园跟少年风尘传两款游戏 我是都没有听过可能厂商也没想花钱搞代言 游戏本体是万年的放置两层 不知道为什么这年头什么游戏都要强调放置 以前放置可能是辅助用现在都变成主打了 也可能是使用现成的模组去开发可以降低开发成本 所以玩法跟界面就是换皮套路 种种的既视感 角色的美术例会跟官网展示的主视觉没太多关系 因为实际上是Q版风格 但也不算虚假宣传 毕竟官网下面也有老实的提供了包含战斗画面等资料 画面呈现其实还算统一协调 不过是不是借鉴搬来的就不好说了 我玩着玩着总是会一直想到龙族拼图 音乐方面我个人觉得很不讨喜 玩的时候耳朵会觉得很不舒服 本来以为是音量的问题 但即使调低以后尖锐报应的感觉还是存在 我只好惨忍的关闭它了 而游戏某些数字设计上也很不合逻辑 例如奖励方面 看似拿到上千上万的数量 但之后损耗也是需要上千上万 就是所谓的数值膨胀 不是当初制作的时候随便填 想让数字控看起来觉得爽 不然就是课金的障眼法 玩家以为花小钱就可以当大爷 获得彼此大的资源后仍是小丑 抽卡几率不算高 养成方面也有点难度 真的是资源卡好卡满 一句话不服来客我 结论 名字款款是不同 玩法款款却相似 凭心而论 整体比起某款苍穹英雄好非常多 组队方面还是需要一点合理搭配 不能无脑堆战力拉等级就完事 也有还行的技能特效 给我的拉击感还不算太重 但也仅止于此 最终还是逃不够删除的命运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掰掰